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比颈动脉狭窄更凶险 如何才能发现他们出了问题 敬请关注 今日17点25分 养生堂 养生堂献给亲眼的爱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雅琪 叔叔阿姨 咱们都有过开车 坐车的经历 是不是 那我们说车在行进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画面到底是啥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车在行进状态下 我们看到两边的树木 风景 它是向后移动的 这个道理是运动相对原理 叔叔阿姨咱们都明白 但是我听说64岁的唐叔叔 他看到这个画面 跟咱们还真不太一样 他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叔叔和阿姨上场 中间有起 两位好 中人好 好 叔叔 我听说您开车的时候 看到这景跟我们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我85年就是已经领洗一下照了 10年以前 我开车呢 正常行驶的 我有三五秒的时间呢 自己的头脑意识呢 是完后 车在行进状态下 他感觉自己是向后退的 对 那您不是多危险呀 所以说呢就是 从来以后呢就尽量少开车 就不开车了 就是偶尔的 偶尔 一年有时候发生一两次有时候 也没拿这个病当回事 头晕的问题最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他这个最小的十五六年了 我们去那个 去玩 完了有果树 他就爬那个果树 其实也不高 一米六左右 还有个小凳子 完了后来呢 他就往后仰 他就觉得有点悬晕 他就说他是恐高症 我就给他拖住 他就赶紧下来了 一次性 偶尔呢一会儿就过去 因为他血压也不高 那这儿血脂也不太高 他就是有糖尿病 从那个十五年前左右啊 他就很少开车 开车也就在郊区转一转 不敢到城市里来 没说那这儿就感觉有症状 没引起特别的注意 因为那这儿还年轻嘛 没说也不耽误吃喝 血压也不高 没说也没在意 再加上后来有两个小孩 我们两个需要照顾 完了我老是关心他这个血压 跟心脏的问题 他年年体检啊 就发现他 就是说心脏有点冠心病 不是很严重 完了我说你就勤量了点血压 完了那个冠心病 勤看着一点 因为他呀就是说没什么症状 血压一直很正常 比如说蹲下起来 这样的时候他会有头晕吗 对对对对 他要是蹲的时间长了 完了猛的一站起来就往后养一下 我就认为是脑工血不足 这样的瓶子 因为咱们正常人 有时候蹲下猛的一起来 他也有悬晕的一下 没说就认为是脑工血不足 也没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次 最深刻的就是三年前 在家里他推着孩子 他就觉得晕了 把孩子也摔了 他就往后养了 往后倒 就必须得扶着东西 要没有东西的话 那肯定就直接摔倒 明白 就当时身体肯定是失控了 对 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 那么严重了 你们都没想到医院去检查吗 他这个问题从始至终 也没引起我们的重视 他就是因为后背麻 后背目 我们老是担心 他这个冠心病的问题 22年的时候 完了十一 他一直就让后背麻 后背目 肯定就是跟心脏有关系 就说那就去检查一下吧 但是检查完了之后 得到了一个非常意外的结果 对 冠心病的问题不是特别主要 不研究 对 可以缓一缓的治 还是牵扯到头部 脑袋特别严重 再不赶紧手术 就说将来犯病了 就大面积脑梗死的 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其实头晕是非常常见的 那为什么叔叔的问题 这么严重 说一旦犯病的话 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今天恰好 我们也是请到了 唐叔叔的主治医生 也是咱们养生堂的老朋友 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解答好不好 对 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叔叔阿姨 请落座 好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 中日友好医院原副院长 刘鹏教授 欢迎刘鹦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为刺压炸花生油 去除黄区酶素技术 发明专利鲁花融合国家 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唐叔叔是您的患者 我想问一下 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殊的 这么严重的头晕呢 他主要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的脑部的血管 出问题了 脑供血不足 脑供血不足呢 脑的供血呢 一般的话分前循环和后循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脑的血管的话 一般分四根 这两个叫颈动脉 两脉对称的 另外两个叫追动脉 从后边的 两个颈动脉叫前循环 两个追动脉叫后循环 那么前循环管什么呢 主要管一般的话 半球的功能 半球的功能 第一个主要 它要出问题了 表现的一个是 视力有障碍 黑蒙 突然的一下眼前发黑了 第二个就是语言功能 有大脑语言中枢 有人在右侧 有人在左侧 出问题是会失语 第三个就是运动功能障碍 那有的人是偏瘫了 这是前循环的 那么后循环管什么呢 追动脉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发出来都是 这也是瘦下动脉 这边也是瘦下 左右两根 发出来以后 马上通过颈椎的椎管 向上行 上行以后主要到炉内 形成交叉以后 变成追基底都慢 这两根变成一根了 到这儿 这个是最关键最关键的部位 如果这儿出了问题 几乎都活不成 所以它共用的主要是脑干 这瞧脑的共权 管我们的心跳呼吸 这是V1段 我们这叫V2段 这个到这儿的地方 出来追加口以后 叫V3段 然后进到炉里边 我们看警匪片 看得很多是吧 抓着这个一拧脖子 敌人马上就死了吧 对不对 为什么死 它不是说 把这个脖子拧了以后 突然就死掉了 它就是因为脖子一拧 这个追动脉错位以后 主要是追动脉 毕掉了 突然追动脉毕掉 有几秒钟毕命 如果它保护不好 那么我们就很危险 追动脉严重狭窄和闭塞 往往比颈动脉狭窄 或血栓脱落 造成的后果更严重 因为追动脉等后循环血管 除了像小脑供血外 还负责脑干等 生命中枢的供血 这里的栓色 如果不及时治疗 患者可能会很快 发生生命危险 另外一个刚刚唐叔叔所说的 它管平衡功能 共地失调的 你这个如果追动脉 出了问题以后 它就是晕 那么这种晕的话 那么是非常严重的 它体位感就不清楚了 好比我们站着站着 你走走路 这脚步倒是踩到没踩地上 平衡很不好 走不到直线 有的时候呢 如果确实严重的话 像唐大哥这样的话 它会晕 晕的什么意思 天心地转 就晕倒的那种感觉 那么这种晕的话 主要表现的是平衡不好 这种晕主要是追动脉的 后循环的一种感觉 和颈动脉宫穴的 前循环不同 追动脉狭窄或栓色 造成的后循环缺血 一般不会导致 大家熟知的口外眼邪 言语丧失 它更常见的症状 往往是眩晕 和肢体麻木无力 有些患者因为忽视了这种眩晕 没有及时就医 使得育后变得更差 那叔叔的问题出在哪呢 从主动脉发出了这个血管 叫无名动脉 无名动脉发出的是 颈种动脉 这前循环的 他唐大哥这个情况的 从这就完全必死了 从这个血管就完全必死 完全必死 是百分之百吗 百分之百 完全必死了以后呢 在这个追动脉开口 还有个99%的下载 那么同时 它还有一个颈动脉 前循环的 颈内动脉的 这儿狭窄了99% 这个地方是百分之百的狭窄 毒死了 百分之百 没供血了 叔叔阿姨想想多可怕 好 这个部位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 另外一个颈内动脉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的 在这部位 这也是百分之九十九 这个是颈内动脉 这放上来 到这一直走 这前循环的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百 所以说 它整个的右半脑 基本上没有供血 就靠侧子循环来供血的 那么平时 它为啥不晕呢 因为我们颅内的循环 特别特别的丰富 侧子循环 侧子循环 我们要前循环和后循环 它这一条的脑子供血呢 基本上靠左侧来供应 那么实际上 它的左侧的距离脉 也有百分之六十的下载了 所以某种原因 体位的原因也好 还是心情的原因也好 它血压如果低的情况下 血压变低了 或者今天没好好吃饭 没喝水 热了出汗多了 这情况下 它原来血压 比如说120 现在血压到110了 它本来就有狭窄 那么这时候 就缺血更加严重 这时候它就会低 它就会晕得更低 如果体位一变化了 或者它躺下休息一下 或者喝点水补充补充 血压上的情况下 这种症状 靠侧子循环是够用的 如果要血压降低了 侧子循环的血就不够用了 比如说 它蹲起来 蹲的时候 突然一起来 这什么叫什么 这时候我们叫 体位性低血压 体位性低血压 在动脉硬化的人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为什么 动脉硬化的人 非常明显呢 因为你这个人的血管 是有弹性的 有收缩和舒张的功能 当你蹲的时候 它的血管是扩张的 血压保持不动 当你站起来的时候 血压是收缩的 血压也是仍然保持不动 当你动脉硬化 非常严重的时候 你蹲的时候 血压突然升高 180 等你站的时候 血压一下降到零 它就血管没有舒张 调节功能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如果站起来 正常人体位低血压 亚细尼也肯定有 太瘦了 这个时候 它正常人的体位低血压的话 它很快调整过来 那你有动脉硬化的人 调整过来的时候 尤其你有脑血管 也狭窄的情况下 这时候特别容易造成脑子缺血 脑子缺血一般都能带伤过来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缺血的一瞬间 会怎么样 会跌倒 跌倒造成了二次损伤 是非常严重的 另外一个 刚才唐大哥说 他开车 他开车本来往前走 突然往后到了 这时候人的反应是什么 突然的急刹车 或者是打断一项方便反应 那这时候给后车 或者你在高速公路上 就很危险了 就会有意外的发生 就会意外发生 就二次损伤 或者是三次的损害 是造成最危险的因素 它的发病率有多高呢 就是追动脉 引发的后循环的促重 追动脉的一般的足中 我们分成三种吧 一种叫初血性足中 咱不谈了 今天我们谈的是 缺血 缺血性足中 缺血性的脑梗 是占足大多数的 那么脑梗呢 又分前循环的脑梗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颈动脉 颈动脉的 系统的 另外就后循环的脑梗 后循环脑梗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占缺血性足中的 25%到40% 那么在这里边 后循环 追动脉出问题里边呢 那么由于追动脉 引起的这种 后循环的缺血足中 占20% 追动脑的循环 脑数中还有其他的了 比如我们心脏 防碳病人脑 那个斑块 那个血栓突落跑了 造成的酸塞 对吧 还有先天发育不良的 等等的原因 但是由于追动脉 本身病变的 那么就占20% 有的是因为 这个追尖孔 出了问题了 或者是有股病 中的肿瘤了 压迫了 这种情况下 还有占了20%左右 对 你看它发病率是极高的 而且中老年人群常见 且叔叔阿姨 不把头晕当回事 所以有很多遗憾的病例发生 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就跟三高有关吗 一般追动脉的病变 或者前胸后胸 还是这个颈内动脉 还有惯性病 还有下肢的病变 都是80% 都是由于动脉硬化 追动脉的狭窄 80% 就动脉硬化引起以后 基本都在开口部位 这是比较常见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追动脉 是吧 开口的舌骨下动脉 在这个部位上 基本上都在这一段 这是斑块 对 斑块 长到长到 独死了 合并血栓形成以后 就会追动脉 必塞 就会非常危险 如果要是 颈动脉的斑块脱落了 破裂了 到了远到 那动脉栓塞了 就非常非常危险 如果前循环酸塞 还可以 一般的话 都能抢救过来 不是大面积的话 如果追动脉系统的 酸塞的话 几乎死亡率极高 所以说动脉硬化这个病 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动脉硬化 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有动脉硬化 引起的高危因素 其中高危因素里边 第一个最严重的 高危因素就是高血压 高血压如果控制不好 那么最后最终导致的 必然是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以后 造成的最后的结果 要不脑梗 要不心梗 要不截肢 腿 我们唐大哥 还有腿的问题 后期我们要把腿的问题 给他治疗了 所以说这个动脉硬化的疾病 不是说在一个局部 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所以就分三个阶段 如果要是早期 表现的症状 就像唐大哥这样 它是有一过性 脑血血的表现 心脏呢 心脚痛 腿呢 发麻 发麻 发木 走不动路 走一百米就得停下 休息休息再走 这是早期的症状 对 如果再严重了 出现问题了 完全必死了 或者帮他脱了 酸三了 脑部怎么办 脑梗 前循环 偏瘫 失语 失明 后循环怎么样 那就大部分都死掉了 对 那么如果要发生心脏的严重 怎么办 心梗 那么发生腿上怎么办呢 叫腿梗 腿梗是肌肉坏死的 截肢 这就是整个动脑硬化的发展进程 高血压最重要 然后糖尿病 高血脂 高尿酸 还有一个不正确的生活习惯 抽烟 抽烟是对血管损害最严重的 另外一个在主要生活不规律 暴隐暴食 熬夜 血压不稳定 唐秀秀 您回忆回忆 您之前做体检的时候 知不知道自己的椎动脉 出现了狭窄的问题呢 职工每年一次体检 这15年以前就知道 说有狭窄 就是说有点堵 一直就没重视这个 那刘院长给我做这个造影 一说 我就害怕了 说真是那后果特别严重 我就是万幸之中万幸 刘鹏院长 他们这个团体技术特别好 也特别静心 组织他们的团队 要怎么给我做手术 做了12个多钟头 我们手术大约做了4个多小时 没有那么长时间 但他的脑球管做完手术以后 我们不敢马上要的回到病房 需要把血压控制得非常稳定 因为他以前的都是 脑子里边是干旱状态 突然开通以后会脑出血 所以说我们对术后的血压 控制得特别严格 不能让他脑出血 所以说在ICU里 在恢复室里边 大概4个多小时 稳定了以后 我们才让他回去的 是 输入状态肯定是会越来越好 对 好了 那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 叔叔阿姨的分享 我们代表养生堂 也送个礼物 给我们可爱的唐叔叔 叔叔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卤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卤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好吃不伤胃 孩子喜欢吃老人意消化 是用养生堂 特别推荐给您的好面条 全场用热烈的掌声 我们送给一下 唐叔叔和阿姨好不好 早日康复 哎呀 叔叔真精神 您一看都跑着上来了 早日康复 对 好嘞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 扫描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我们这期节目的 精华整理成的节目笔记 还有专家亲自解答的 300个心脑血管健康问题集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 二维码 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 免费领取 好的 谢谢唐叔叔的分享 今天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追动脉狭窄 引发的后循环促重的问题 发病率非常高 在中老年人群当中 又非常的常见 所以我们说 头晕很常见 护好脆弱的它 它其实指的 就是咱的追动脉 那为什么形容它为是脆弱呢 刘院长给我们 总结了很多的知识点 院长咱们到这儿 很好地说一下 第一条是什么 三 二 一 一粗一细 这个一粗一细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脑部的血管共血 一共有四根 对不对啊 这四根里边呢 前循环呢叫颈动脉 那颈动脉又分颈种动脉 和颈内动脉 那么颈种动脉呢 粗细一般的是 九个毫米 九个毫米 现在一个厘米 很粗了 对不对啊 再往上找找找 分从颈外和颈内 颈内动脉的直径 大约四到六个毫米 那找找找就变细了 分成两叉了嘛 那么颈外动脉 也是四到六个毫米 但椎动脉就不一样了 椎动脉最细的是 2.4到4.5左右 它是比较细的 那么大家知道 这血管越细 怎么呢 越容易出问题 对不对啊 你越粗越没事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 一出一细 我看院长给大家准备了 这么一个小道具 这是一铅笔 还有一个这小钉子 这是颈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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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像它还不太大 这个铅笔应该再粗一点 再粗一点 那么它俩的比例 大概是2比1左右 那就这样 看这儿 看尖 看尖 看尖是不是更形象一点 是的 这个是比例 追动脉后循环 后循环 然后颈动脉是前循环 一粗一细 那想问一下 这个追动脉不是也两根吗 它是一样粗细吗 追动脉也不是一样粗细 其实追动脉的左右 它有的时候是左右式的 左边粗右边细的 这样占50% 还有25%呢 是右边粗左边细的 还有25%呢 两边一样粗的 它发育也不一样 有的人发育的话 就一侧追动脉 另外一个追动脉 起到别的地方去 也有 它叫发育畸形 但是只要有一根粗的 供血好 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追动脉是两根 对不对啊 两根以后到炉内 就会成一根了 叫基底动脉 对不对啊 是 只要有一侧供血好 基底动脉没问题 就没问题 所以一侧 发育不好变细了 有人做完操伤以后 就吓得不得了了 没关系的 只要一侧是好的 基底动脉是通畅的 就没有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脆弱二是什么 院长 三 二 一 受动作影响大 追动脉长在 那个椎间孔里 这椎间孔 跟我们的颈部的 运动关系特别大 所以说老年人呢 有颈椎病的 人不建议 你这样转脖子了 容易损伤的 这个血管 病情整理由于损伤 前后运动 好了以后 你再转脖子 就是这个 它受动作的影响太大了 我们这个颈的运动是 运动量是最大的 它的幅度 运动量是最大的 所以它容易受到影响 好 舒适阿姨给大家画重点了 请大家拿出手机 把它拍下来 分享给身边的家人 受动作影响大 首先第一个动作 跟颈椎病相关 我们现场调查一下 颈椎有问题的舒适阿姨 咱们举个手 哎呀 我觉得真的是 我也替我爸妈也举个手 好 颈椎病这么高发 居然它跟我们今天说的 这么可怕的 椎动脉狭窄有关联 咱们回场中结合道地 请我们的刘院长 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椎动脉呢 是走在一个椎间孔里边的 那么从 穿过去的 穿过去的椎间孔里边 对不对呀 对 大陆还束椎这就才出了 老年人 颈椎病特别常见 对 他刚才举手的不到 三分之二 差不多多 实际上在座的各位 包括我 包括我 包括他 百分之百都有颈椎病 只是你轻动程度不一样 对 而已 所以在这 没举手那些人 不代表你没有颈椎病 那么有颈椎病 老年人特别明显 为什么他有退行性病变 这个颈椎地面 特别不稳定 是 那么有的病人呢 还可以长了一些 骨刺增生的问题 到了椎间孔里以后 把这椎管就变窄了 这个地位就变窄了 对 变窄了以后 直接压迫这个血管 各种原因造成的椎管的狭窄 压迫了这个椎动脉 造成和椎动脉起死病变 一样的效果 颅内取血 窄了 越来越窄 那么就压迫了这个椎动脉 对不对 各种原因嘛 对 一块是骨关节病也好 还是退行性病变也好 还是增生也好 造成了椎管的 还有错位的 还有错位的 刚才我举那领膜了 就是造成这个错位 造成突然的椎动脉必塞 椎动脉必塞死得最快 呼吸心跳全都没了嘛 所以您说颈椎病 有可能会卡压住椎动脉 然后引发它的缺血 闭塞 对 好 问题来了 那症状就是头晕吗 它颈椎病呢 因为这个病是骨科的 所以跟我们小宝宝科学的病 这个椎动脉的 动脉硬化相关呢 它产生的症状 基本上差不太多 但是同时颈椎病 还有颈椎病本身的表现 腰酸 背痛 肩周炎 什么这类东西 颈部僵硬 这些情况都是会出现的 椎动脉狭窄 引起的症状 特别重要 它就是一个晕 怎么个晕呢 头脑发沉 不清楚 这跟雾里面 天天像雾霾一样的 那种感觉 迷迷噔噔的 睡不醒 不清楚 回答问题 迟钝 再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平衡 肯定是不好了 左走路走歪了 或者左走路就是前行后行了 它那个它是后行 有人是前行 有的人是歪子 其他的也有很多 头晕的表现 对不对 最常见的叫什么 耳食症 我们叫耳性头晕 耳性头晕是耳食症 那晕得也特别 哗哗哗哗的吐 那那种晕 你不动它不晕 它在呆着 耳食症它就不晕了 对不对 另外你脖子转转 就固定以后 转转它才开始晕 耳食症和体位 和运动是有关系的 还有什么 美尼尔对不对 对 那也是晕 我们叫做耳性的头晕 这我们不管的了 后循环缺血造成的眩晕 一般和体位无关 也就是说 无论躺着 坐着还是站着 眩晕都会持续 而耳食症等耳性疾病 造成的眩晕 症状往往会因为 体位变化而发生变化 甚至有某一个体位 突然诱发 又可能因某一个体位 突然中止 还有一个头晕的最常见的老年是什么 高血压 血压不稳定 这种血压不稳定造成头晕 是什么头晕呢 头疼 头晕 头疼头晕 这还是好事 如果你血压到了180了 没有头疼头晕 那怎么样 病入高花快死了 你们都没反应了 对 说明你适应这种高血压状态 明白 那这时候是最危险的 所以当如果没有头疼头晕 你头疼的时候 血压高的时候 赶紧控制血压 还来得及 明白 如果你血压高了以后 头疼头晕状态都没有了 相当危险 颈椎病 卡住椎动脉 研发的头晕 它应该是眩晕吧 对 说说阿姨 咱们都有过头晕的经历是吧 那什么样的情形 我们可以把它判定为是眩晕呢 院长呢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自测方法 生命禁区的血管更脆弱 脑袋特别严重 再不赶紧手术 就大面积脑梗死 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缺血的一瞬间会跌倒 造成了二次损伤是非常严重的 拿两根血管堵了 比颈动脉狭窄更凶险 动脉压化非常严重的时候 蹲的时候血压突然升高 180 站的时候血压一下降到零 它就水管没有舒张调节功能 隔着一年几秒钟毕竟 如何才能发现他们出了问题 敬请关注 今日17点25分 养生堂 欢迎 欢迎两位阿姨 老婆你现在有头晕的问题吗 是 有点晕 是吧 就是走这平道你也觉得晕啊 有一点 就好像走不平是老有点晃 晃的 转 就是这么转是吧 对 这个问题啥时候有的呀 不到一年吧 半斤多了 那你有颈椎病的问题吗 有 好嘞 那问一下这位阿姨 阿姨您为什么也举手 您这有头晕吗 头晕特别严重 三点多钟倒在床上 一起来就开始吐 一直在吐 后来结果打了那个120 去了医院 到医院打了针 也都控制不住 大夫都害怕了 啥时候发生了这事啊 前年 特别特别严重 打针之后还是吐 大夫都说了 我们都没见过这么严重的 就吐的 呕吐这么厉害的 您是眩晕加吐 对 起来之后就开始晕了 就不敢睁眼睛 一直闭眼睛 一检查之后呢 后循环就又在堵塞了 那不就正好是院长 刚才说的这个疾病吗 对 就这样 因为我一看 公长师说得真太准了 一模一样 一个礼拜之前 我又去拍了一个片子 这个片子我这手机里有 有就堵得 现在特别严重 两边都堵着呢 好说中间那边也堵了 所以阿姨您是来着了 两位阿姨呢 都有不同程度的眩晕 那他们的眩晕 是不是跟我们今天 这个节目的内容相关呢 我们就请刘院长 给我们实测一下 眩晕的测试方法 眼睛盯着图中间的黑点 身体前后移动 看图中的小圈 动还是不动 如果动就属于正常状态 阿姨您先来 你盯着这个点 这个点站直了 盯着中间这个黑点 黑点 往后走 往后 慢慢走 慢慢走 别着急往后走 转吗 转 里边那个圈还是转的 还是转的 是吧 好 还转 可以可以可以 下来我们请这位阿姨来 盯着这个黑点 再往后走 阿姨您慢点 转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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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 就是基本上 她这种晕的话 就属于正常那种 她现在没有发病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看看血压的变化有多大 还有没有查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做个操生可以看一下 阿姨您平时血压怎么样 有血压忽高忽低的 完了有时候就160了 有时候就120 110 微浮 对 像她这种头晕的话 基本上都血压忽高忽低造成的 那这个时候应该同时伴有头疼 如果没有头疼的话 说明你这个高血压已经很严重了 如果你有伴有头疼 赶紧吃健康药 吃药控制 那么在这里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吃健康药的误区 有的人高的时候吃一片 血压健康的以后就不吃了 就不吃了 都这样 所以你就没破 这是一个误区非常危险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吃健康药 就基本上离不开了 就是原发病高压 基本上这辈子就得吃 但怎么吃 那么我给大家提个建议 一定要一天凉三次血压 做个记录 早上中午晚上几点钟凉的 这个时候 我什么时间吃的药 这个药是什么药 吃多大的剂量 要弄一个表 打这个表去找医生看病 医生就根据你的一个记录 把你的酱压这个药 给你调整 是吃几种酱压药 几点钟吃 是早上吃 中午吃 晚上吃 哪种酱压 酱压有八种 基本上有八种 作用机制的 但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不是说 需要高你吃一盘药 酱压来就好了 一般的一个医生 要把你这个血压 调稳定 你医生性好的话 需要三个月 调稳定 不是说很简单的 有的外地医生来了 牛大夫 我就相信你 你把我药给我 重新换一下 那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必须找到你当地的医生 你经常能够水疹的医生 你经常能做到记录 来跟医生来沟通 才能把血压保持稳定 这是第一个注意点 第二注意点 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药不是异常不变的 因为你的生活环境 你的情绪 你的年龄 你的什么病 都是在变化的 所以说这样药是不断地调整 好 那再说一说 这位阿姨的情况 您说她相对来讲 是比较重的是吗 对 她那种晕的话 就非常典型的那种 后循环 后循环那种是 她不稳 她走路不稳 她平时血压很稳定 不是很高 互高互低没有 那她就没有耳食症 没有耳性地悬晕 没有 所以说这高度怀疑 是一个罪肚脉 原发病也好 剂发病也好 引起那种 反正最后接底的结局 是一样的 您给她点建议 赶紧检查 确诊是什么原因 她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好好好 阿姨你看来 来着了吧 来着 来到问题真的是 恰逢其时 真的是 今天就得到了解决 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对 是吧 咱们先用掌声 感谢一下两位阿姨 那阿姨您的问题 相对严重一点 那我们代表养生堂 鼓励一下您 送个奖品给您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阿姨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卤花5S压炸花生油 去除黄菌酶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融合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祝阿姨全家健康幸福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这位阿姨 近早的治疗 谢谢您 谢谢 来 阿姨 控制好血压 那么接下来 我们跟大家好好的总结一下 追动脉狭窄 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呢 来看一下大屏幕 请院长帮我们做一个解读 好 刚才已经前面有没有讲了很多了 那么除了头晕 这种头疼 头吐 这个腹势 这些属于体征了 首先 头晕 这是一个刚才我讲过的 这种头晕的话 头发沉的 睡不醒的 不清醒的状态 再有一点就是共济失调 什么叫共济失调 它屏风功能不行 屏风功能不行 那么表现的就是说 你还有行走不稳 或者跌倒 短暂的意识丧失 还有的人真的是贪了 那么四肢无力 跟这都有关系的 还有的是发音感觉障碍 这个勾音的 还有的老年人是吞咽困难 这些都是一个常见的一些症状和体症 那么追动脉的狭窄的 这个病变的感觉 是非常复杂的 它是一个非常混合性的东西 不像前循环 前循环固定的三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黑蒙 眼睛突然失明 第二就是说语言共同障碍 我讲讲话突然不会讲了 几秒钟就会讲了 第三个就是肢体的运动共同障碍 偏瘫了 这前循环特别典型 后循环症状非常复杂 判断不清 很多的症状和追动脉的症状 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 鉴别诊断非常重要 您说到了共济失调 共济失调咱都知道 就是不稳了嘛 有可能会摔倒 大家就想一想 岁数大了 骨质疏松了 然后您再摔倒了 然后旁边如果没有人 如果碰到这些尖锐的雾气 那就是非常可怕 及严重 有可能致命的二次伤害 所以共济失调 怎么样去判断呢 院长也给大家带了一个 非常实用 不花钱的一个小方法 咱们都学习一下 好不好 谁愿意 咱学一下 那位阿姨 好 几手欢迎你 来 阿姨 来 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今年是65 您平时有头晕的问题吗 我头晕 那个 就是头晕的时候 就坐那 突然起来 就是一起来演就花 反正我没拿当回事也 我一两呢 血压吧 不是十分高 一百 足太两了 一百三十八 心脏跳八十度下反 那还行 这个年龄 那一百三十八 勉强接受 对 但是她65岁了 要是高一点 我就 就有压力 就是 要是运动 就是有一百四十多 阿姨 我看您还穿了一个高跟鞋 然后您又有头晕的问题 好了 那咱们自测一下好不好 共济失调 有没有出现一些功能障碍呢 这三个是最简单的实验 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准 但是基本上大致判断一下 你闭上眼睛 用这个手指指鼻尖 闭了眼睛指鼻尖 闭眼睛 反复地做 伸直 伸远点阿姨 伸远 对 闭了眼睛 走 闭眼睛指 指鼻尖 对 再直 伸直 再来 一直闭眼睛 直 再来 反复地指鼻尖 是吧 好了 可以了 闭眼睛指鼻的话 闭眼睛鼻的话 这样 你一会儿 你指鼻一般 追一分钟嘛 你这个指的话 一会儿指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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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明你的攻击功能 怎么样 不好了 是吧 那基本上都是 后期完有问题了 或者有个脑梗了 或者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指鼻尖的时候吧 有时找不着 准确 还行 还行 第二个 你闭着眼睛 两个脚平行站的话 有的人要不手伸平 或者是这样的 都可以 阿姨请闭眼 好 然后来 闭起来 闭眼睛 好 你看她在那晃 有点不稳 她在前后又晃 左右又在晃 是 阿姨有点像坐过山车 阿姨 是不舒服是吧 行了 别摔了 头晕 她晕得很 她就保持不住 对对对 闭眼就闭一会儿 你要是真的有缺血 症状严重的话 你站不稳的 她前回后又晃 这样动 这手就这样动 她稍微有一点点 我看着她 但是不严重 不严重 第三个动作 指指牙 指牙 笑一笑 一定要露出牙齿是吗 对对 露出牙齿 上下都要露吗 尽量 尽量上下都要露 啊 咫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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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好 可以了 小小姐 阿姨 很棒啊 这个咫牙动作也很重要 就是你不光是 检查后循环了 也可能是前循环的问题 你这一咫牙的话 不是往这边偏了 就往这边偏了 有的人 吹出气 漏气 嘴避不上 这都是一个面部的 这种肌肉的改变 反映到颅内的病变的 一个种简单的测试方法 它基本上正常 所以它现在这个后循环的症状 基本上比较 要有的也比较轻 还可以 但阿姨说到了 它有一个明确的症状 就是滴下来 然后突然猛热 这么站起来 就会有非常严重的头晕问题 血压138 对 体胃性的 低血压 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给这位阿姨 体胃性的低血压 现在你的血压 你平时是100 不到140吧 低压是90是吧 90多 90多是吧 你低压现在相对偏高 高压的话 刚才雅琪跟你诊断 说还可以 那我也就勉强地 就热渴吧 因为你65岁了 一般现在要求的血压 都是13090的 那么舒胆压高的话 这压差小了以后 你就会 也是动脉硬化的 一个表现 所以说你体胃性 有些低血压的话 你平时最好 把血压控制得 相对稳定一点 不要突然站起 睡觉的时候 请的时候 活动活动再起来 你做时间长的时候 动一动腿再起来 尤其不能蹲变 老年人绝对 不要去蹲变 65岁这样的 蹲变起来以后 100%都有体胃性低血压 不管你有没有 后脚弯去 这也是要切记 要做变 另外一个就是舒张压 高的人 不要靠吃药 去降低舒张压 现在所有的压 除了利尿药以外 都是降收缩压的 你要想要它降舒张压 舒张压没降下来 把收缩压降下来了 怎么样啊 压差越来越小了 你头血越来越重了 就是降舒张压的办法 第一个怎么办 少盐 少吃盐 对吧 第二个好好睡眠 第三个好好断电 第四个 实在降本来吃零点药 明白 就有制高压的药 有制低压的药 阿姨你在用降压药吗 没有用降压药 我就是有点就是就是晕 刚有点晕 我就天天测试点 就是在紧张的时候 有时候是145 你看看 还不是138 暴露了不是 您说您最高的时候 还有145 那就有点高了 是吧院长 吃点柔和的降压药 到医院找新内科医生 给你调一下 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你做好配合 做好记录 阿姨明白了吗 找新内科的药 新内科 对 规范的用药 好吗 谢谢 还有其实有一点 我想温馨的提示 阿姨阿姨 您说您年龄这么大了 然后您也有这种 体位性的低血压 我建议您这个鞋 是不是稍微可以换一下 是吧院长 穿一些运动稳一点 转一点的底的鞋 好 注意安全 好不好 自律换来健康 谢谢 细节也要注意 我们用掌声感谢阿姨 谢谢 谢谢院长 谢谢漂亮的阿姨 希望你永远这么优雅健康 好嘞 说到这个走路不稳的 打晃啊 很多的叔叔阿姨 还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就是说这个走路吧 就感觉 自己感觉 好像有点不稳 但是呢 很少发生摔倒 这种情况算不算 共济失调 这种情况是一个 非特异性的 有些老年人啊 他脑子里边 有很多的病变 有时候现在也搞不清楚 除非你检查了以后 发现这个后循环 没有什么问题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 它属于特异性的 一种病吧 也不能叫它共济失调了 它走路走路 它从来不摔倒 它能控制自己 所以这个就不一定是 一个后循环的一个感觉 如果后循环真的缺绝 你自己控制不了 咱说摔倒就摔倒了 了解 那个是完全失控的状态 完全失控状态 好 那叔叔阿姨 刚才我们给大家总结了 关于追动脉狭窄 表现的一些症状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这些是症状和体征 那距离真正的后循环的促众 发生到底有多远 一旦出现症状的话 有的人就根据你其他疾病的 复合疾病的发展速度了 比如说血糖控制得好不好 血脂控制得好不好 高压控制得不好 那么这种时间 叫不定时的一个炸弹 它不定时什么时候发病 你不知道 所以说你这个病的话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及时地去检查 进行治疗 了解 好了 我们说头晕很常见 一定要保护脆弱的它 它指的就是追动脉 那为什么脆弱呢 还有一个问号 院长等我一下 我就给大家揭晓 刚才是颈椎病 那么另外一个问号 留到了最后 它说明什么呢 三 二 一 颈部外伤按摩 刚才我看到很多的阿姨 在这拍拍打打的 是吧 有揉的 有捏的 有拍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 经常做按摩的人 举个手 做过按摩的 有没有 你看看 好 你看 人还挺多 为什么说外伤和按摩 也会影响很大呢 说颈部按摩的话 要特别讲的 一到专业人士呢 去做颈部按摩 不是不能做 做的话 一定要专业人 那么他要避免损伤 哪个啊 颈动脉 颈动脉 非常的在前表 如果你按了以后 一样造成内膜的损伤 即发血串 即刻形成大面子脑梗 当然如果你 如果按得特别深的情况下 按到椎动脉 那个开口那个部位了 在锁骨的上方 这个部分 我感觉就是第一段 这一段 拐角那 在拐角那 如果按到这个部位 造成损伤以后 就会造成大面积的 一个椎动脉 或者机体动脉的 一个血栓的 一个脱落以后 造成这个臂塞 是比较危险的 好 比如说 有人就说 拳击的情况下 看这地方保护得挺好 你这个平时 或者受到拳击 或者开车 突然一个急刹车 脑的重量是非常重的 它前移 你这个安全带 扣的是胸部 所以在颈部这个错位 造成的这些个东西 都是造成颈动脉 或者椎动脉的 一个损伤 它的损伤以后 如果急性必塞了 那肯定没救了 如果要是一个慢性必塞 血肿逐渐形成 血栓逐渐形成 最后造成脑梗 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都都是非常危险 对 颈部 椎动脉 包括腿部 如果你真的是有什么血栓 然后去拍 去敲 那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其实太专业了 尤其下肢有水肿的病人 下肢肿胀的病人 一般都合并有血栓 这种血栓 你不按它不跑 如果你按了以后 会跑到肺里 造成极性的肺脑脉栓栓 极性肺脑脉栓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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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费动脉酸酸就分三种了 越讲越多了 那么轻了 那么你啥感觉没有 那么重的造成急性费动脉酸酸 胸痛咳血 呼吸困难 在最严重的 叫超急性费动脉酸酸 四秒钟死掉 所以说腿肿的病人 突然腿肿的病人 千万不要做清晰的去发膜 好 怎么去发现 有了问题怎么办 什么情况下做手术 现在是追动脉的手术的话 现在国家有标准 那么行业也有标准 它掌握的指证是非常严格的 一般来说 你追动脉的狭窄 要超过75%以上 才允许你做手术 做支架 那么做手术 做什么手术 做支架 一般来说要做药物支架 裸支架一般就不需要做了 这是最严重的 需要做手术的情况下 那么轻症的 比如说有狭窄了 在75%以下的这些人的话 一定要注意 要首选 我们叫最佳药物治疗 最佳药物治疗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要对你基础病的治疗 什么基础病 高血压 治疗高血压 糖尿病治疗糖尿病 高血脂治疗高血脂 基础病的治疗必须达标 比如说你高血压的治疗 你先来血压160 低压是100 你吃了一片药以后 你血压降到140 那么低压还是90多 没达标 那不等于你高血压没治 我就必须得达标才行的 必须得达到130 90这个标准 血糖 你必须得达到 糖化血压 那还在7左右 那么高血脂 必须得正常范围 这是第一个 对基础病的治疗 第二个 生活习惯的改变 抽烟 你不能抽烟 第三点 就是说你必须得定期地去观察 做操舌 你这半块到底怎么样了 这三点切记 我们叫最佳的药物治疗 但是我目前我管的病人当中 没有一个能做到最佳药物治疗的 我们国人对医生性太差 吃药 血压下来了不吃了 血脂降下来又不吃了 血糖控制差不多 该吃吃喝喝了 腌我造成不误 所以我的管的病人 没有一个能做到最佳药物治疗的 那还是您不够严厉 所以真正能够做到最佳药物治疗的病人 你不需要放裸支架治疗 国外的研究结果证明 裸支架和你最佳药物治疗的效果是一样的 第一点 狭窄低于75% 这种病人的话 那么如果你真的是高于到了75了 运动中还不改善 吃药也不好使 再强调一遍 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手术 手术 首选内膜波脱术术 转位术 搭桥术 这些手术 那么也可以选择药物支架 一般裸支架不提倡 也可以做 但是它远期效果可能不太好 不太好 不是裸支架不能做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治疗的原则 首先再给大家总结 重药重药重药 说三遍 最佳药物治疗 谁想活命 谁就按照最佳药物治疗去治疗 改变生活习惯 然后定期的检查 75% 是个上限 超过这个标准 必须要干预 所以叔叔阿姨 有了这个问题 不要怕 不要躲 不要说倒下的那一天 我们才去医院 可能为时已晚了 谁都救不了您了 所以75%以上的 有这样的问题 有了症状 咱们赶快到中日友好医院 可以找一下 我们的刘鹏院长 那去做啥检查呢 检查很简单 做超生 我们一个是颈头脉的超生 还有椎头脉超生 还有椎头脉 可以做个叫TCD TCD 检查你这个椎头脉的血流速度 狭窄的情况 有没有倒流 这些情况初步的检查 就可以了 如果要是查出有问题了 超生有问题 TCD有问题的话 那就做一个 刚才我们唐大哥做的叫 CTA 叫CT造影 对 做一个 如果这个还有问题 需要手术干预了 或者需要其他的干预 自家干预了 就做DSA 直接动脉造影 那么DSA 直接动脉造影以后 有一个好处 我做DSA造影的时候 同时可以把心脏 全都查 全身的小管 都查一点 都给你查了 为什么 因为动脉硬化是一个 同源全身的疾病 一个部位有病 就说明你代表 你另外一个部位也有病 明白 但是另外一个部位的 病变程度 不知道 是 检查清楚就知道 对于追动脉 狭窄 发病率这么高 它尤其是影响 我们后循环 有可能会带来 促重的风险 那对于我们 现场报电视机前 这些上了岁数的 叔叔阿姨们 有了这些 三高问题的 叔叔阿姨们 你有没有一些 嘱咐的话 在座的各位 我看都是年龄 在60岁左右 我们现在的体检 很多很多的体检 建议大家 一定要一个 综合实力比较强的 不管是实力的 功力的 还是什么 实力比较强的地方 去做一个 每年要做体检 因为这种病情变化 非常快 尤其是有三高的 那么你这个三高 和你的饮食控制 生活习惯的控制 药物的控制 有直接关系 它在不断地变化 那么现在也有的药 你有动脉硬化了 可以用一种药 把它动脉硬化 据说可以逆转 动脉硬化的程度 以前是不可逆转的 现在有的药 好像是可以逆转 那么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 那么用一些药 那么定期体检 非常重要 平时日常生活的习惯 改变非常重要 规律生活非常重要 我们用掌声 感谢下刘鹏院长 谢谢 好了 叔叔阿姨 我听说 这个盖子里面 装着一个带眼号的 血管除锈剂 它可以清除 我们身体当中 可怕的胆固醇 到底是什么宝贝呢 咱们期待一下 接下来咱们去养生厨房 看一看 养生堂最近健康产品 卤花5S压炸花生油 去除黄菊梅酥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卤花养生厨房 刚才说到的宝贝食材 现在已经拿到了 我们的厨房现场了 就在我这个金盖子下面 想问的李老师 那它又是如何 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呢 今天说的这个营养素 保护血管的作用 还很重要 但是我们并不经常提 一方面呢 它可以维持我们血管结构 正常完整 第二方面呢 它可以降低 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 这两种作用 对于保护血管都很重要 那么它究竟是 怎么样的一个营养素 又在什么样的食材当中富含呢 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 那想问问王大厨 今天要给我们大家 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佳肴 饺子大家都吃过 也包过 但是用面编织的饺子皮 我相信大家伙应该没有见过 这想想我觉得应该非常的复杂 并不难 只需要跟着我去做 很简单的 油两个步骤 一先一放 这就行了 首先做链 饺子的馅 开火到油 我们先炒这个胡萝卜 我们用那个油 把这个胡萝卜 给它炒软 把了胡萝卜油炒出来 这样的饺子更香一些 做好菜用好油 今天我们做菜用油 是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是养生糖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那您先编炒着 想趁这个时间 我们李老师 今天您提到的营养素 那它具体是怎么样 保护我们的血管呢 首先我们先说 比如像血脂中的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我们知道 它如果受这种超氧化物 或自由基的攻击 产生这种氧化反应 它就更容易贴在 我们的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 还有这些超氧化物的话 它还可以损伤 我们的血管内皮 又加速了这个 动脉硬化的进程 这里边我们说的营养素 它可以构成酶的成分 这种超氧化物酶 或者是抗氧化物酶 它是有很好的 这种抗氧化防御的作用 降低了这个脂质的过氧化 保护了我们血管的内皮 降低我们动脉硬化发生的风险 这样的话 保护血管 让我们的什么呀 血管畅通 让动脉硬化缓慢地发生 或者是预防它的发生 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对我们血管是直接地保护作用 来 我们一会儿慢慢地说 那一会儿为大家来揭晓 好的 我们煸炒这个胡萝卜 差不多了 接下来要放什么呢 我们放入肉馅 好 增加一些肉香 对 我们来增加一些肉香 让这个饺子馅变得更有味一些 所以咱们这个饺子馅是一个熟馅 对 熟馅跟这个生馅的区别呢 熟馅更香一些 然后但是生馅呢 它就好包一些 我们再放入一些红椒里 黄椒里和青椒里 增加一些它的香味 饺子皮是五颜六色的 对 那现在这个馅料也一样是 也是一样五颜六色 我们再加入 李老师推荐了一个特别的食材 一会儿再给大家揭晓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看到了是一种 对 绿色的一个蔬菜 而且是这个叶子 对 我们加入酱油 大厨今天使用的是自然鲜酱油 它的酱香味非常的浓郁 特别有我们小时候吃的 那种酱油的香味 这个料已经淘好了 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就到了 特别期待的环节了 刚才王大厨说了 今天这个饺子皮 是非常的与众不同 会呈现一个编织的状态 那么到底是如何操作的 这是我们提前 和好的一个面团 今天用的全是蔬菜汁 这个黄色的是南瓜梨 然后加的面 和了一个面团 这个红色的是红菜头的汁 然后和了一个面团 这个绿色的是李老师特别推荐的一个食材 咱们和了一个面 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推荐的食材 不仅是炒在馅料里了 而且还给它做到这个面团里 比例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这用了500克的面粉 180克的蔬菜汁和了这个面团 好 那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比例记下来 在家中试一试 好 那我们这个面团 是怎么给它呈现成一个编织的状态呢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出 编织一个饺子皮是什么样子的 对 我们先把这个面团 然后压成一个薄饼 这个不需要太规则 好 好 我们只需要方便咱们切就行 需要多厚呢 这个厚度就给咱们自己家擀的脚皮 差不多就行 好 那您这边先擀制着面皮 好的 想趁着这时间再继续问问李老师 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讲 那今天推荐给大家这个特别的营养素 那它另外一方面是如何来保护血管的呢 今天我们这个营养素啊 还是它是构成酶的主要成分 这种酶对于我们接地组织的形成是很重要的 接地组织呢 是我们血管还有心脏构成的主要的成分 所以如果这种营养物质缺乏的话 这种血管和心脏的结构都受到影响 你说它能够叫什么 健康嘛 绝对做不到的 从这两方面来说 它对于血管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 到底是什么呢 李老师 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这种营养素就是铜元素 是一种微量元素 原来这种营养素就是铜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食材当中 非常的丰富呢 一会儿就为大家来揭晓一下 我们看到了王大厨现在是把这个面皮呢 已经给它切成了一条一条的了 方便一会儿我们来操作这个编织状 对对对 面都已经弄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编织 我们现在就是用到家里的这一只筷子 其实就是用到家里特别家常的 这个筷子 长辈的 跟着我的步骤来编织就行 我们用那个擀面杖 然后先给这个黄色的压住 成一个粘连的一个状态 然后方便我们好操作 把筷子然后放在这里 咱们来先折单 你看这个一翻过来就行了 间隔一个折一下 对 间隔一个折一下 好 这个就是一先 对吗 对 然后我们再 再压一条 对 绿色的 整个一个放下来 这个就是一放 对 一先一放 就这个布置 然后我们再折双 一单一双 然后再放一条其他颜色的 对 再一放 然后就这么一单一双的 这么来回去 交替着去折叠就行 我提前准备了一个编好饺子皮 把它擀一下 包起饺子来 更有粘合度 而且我觉得这样制作出来的饺子皮 又是一种花样了 增加了我们在厨房里面的一种乐趣 接下来就用我们这个模具 家里有那个杯子的也可以 有圆形的模具 都可以去扣这个饺子皮 这样够省事了 对 这个编织状的这个面皮 真的很有特色 就像是一个棋盘状一样 然后这个边角链 我们还可以去包些绣球什么的 都可以充分地利用 这样我们这面皮 也是一点都不浪费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包饺子来了 这个饺子四周 咱们抹一块水 增加它的粘稠度 真的是家家户户都爱吃饺子 家家户户都包饺子 今天是跟着王大厨 又学习了一种这个花样 包制饺子的方法 哇 太漂亮了 非常有创意啊 这饺子皮 行 咱们饺子也包好了 咱们就上锅去蒸制它 咱们蒸六分钟左右 蒸制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特别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食材 今天李老师推荐给大家了 富含 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血管的铜 李老师啊 趁着蒸制的时候 您赶快告诉大家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宝贝食材 是什么 其实我们多次讲过了 虽说经常被我们扔掉 但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充足 尤其是今天我们说的铜元素 在蔬菜里头 这个食材它含量算高的了 这就是我们的芹菜叶 哦 原来是芹菜 富含铜元素 我们的饺子时间也到了 也可以出锅了 今天我们说的保护血管的元素 就是铜元素 它的作用非常好 一个是让我们的血管结构完整 还有就是对于我们预防 动脉硬化的发生也有好处 关键是今天我们这个饺子 饺子皮是编出来的 馅料很美味又很好看 如果在家做起来 我觉得家庭气氛也很好